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大合议 柯文哲走到舞台中间站定位 旁边却卡了台大副教授 江启臣被挤到边边 蓝白两位主席首度同框 柯将两人台上却完全零互动 各位咱们今天是论台 不是正台 所以大家趋劲动一点好吗 连主持人都缓夹 因为这场活动引爆蓝营矛盾 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抱怨最后一刻才知道柯要来 蓝营大佬也不见人影 更由蓝营名带批评 根本是柯文哲裂解蓝营 讲太多了 你要讲民众党里面 也是朝整一团了 对对一样 其实两位主席同框 民众党内部也有杂音 反批是江启臣拿颗蹭声量 2月22号消息一曝光 国民党网路声量暴涨1.76倍 我应该不需要吧 政党之间在议题是可以去讨论 但是地方选举 做一个政党文 我们党美确保我们的候选人胜选 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不用那么严肃 好了 轻松一点 你只要讲民生议题 部分党派我都可以来参加 柯文哲虽说没有涉陷 但2022各党派悄悄布局 也曾清点副市长黄珊珊 当接班人 结果却被发现 北京清华大学校友会 在市府吃春酒 柯文哲 蒋万安 两人同桌 却不见黄珊珊身影 引发热议 是否倒戈支持蒋万安 柯文哲没把话说死 保留想象空间 但柯家两人首都同台 原本被视为白蓝和骑手市 两党内部却都摆不平 三讯刘家伟 朱士军 HAPPY报道